《太平天国最后希望》 和水马龙般的人流不停地往来骑下 中王府 中王何许人也 中王的名字叫李秀成 太平天国后期的主力将领 按照我们熟知的认识 太平天国在1856年爆发高层内斗的天津事变之后 即完全丧失了跟蜻蜓作战的能力 其实事实还真不是我们想的那样简单 虽然天津事变让太平天国失去了 原始古东杨秀卿 维昌辉 石杂开 以及近万数的士兵 但洪秀全也并非完全地昏庸之辈 天津事变结束之后 他凭借自身神话的天王身份 快速收拢才为死亡或者逃跑的兵重 然后拿出李贤下士的姿态重用青年将领 而李秀成即是在这种大坏境下脱颖而出 1858年清朝大军禁逼天津金南京 李秀成因为在天津事变期间 率部死守天津门户同城 让清军未能前进万步 给洪秀成安定天津的提供了足够的时间 所以当清朝大军卷土冲来之时 李秀成直接被重用为了后军主将 当时天王洪秀全共设武军主将 分管太平天国所有兵权 所以自那时起 李秀成进入了太平天国的核心层 而从历史发展的结果来看 洪秀全也确实没有看错人 九月李秀成所顾不但击溃了 本来泛之敌还积极地进行反攻 26日由满洲正皇旗将领德兴阿镇守的 清军将北大营为其攻陷 11月由李旭斌率领了湘军一部 也在进攻中受挫 被李秀成打击丢盔卸甲 史称三河大捷 天平千国自天津事变之后的颓势 由此被一扫而空 1859年秋天 洪秀全出于安抚朱军将领的考虑 亲自写下万古中义四个大字 封赐李秀成中王 希望他能够再接再厉 带领太平天国再次走上巅峰 1860年初 清军将南大营所不围攻天京 李秀成以主力将帅的身份 帅步出城猛攻杭州 打出一场为为救赵的局 迫使江南大营主力不得不紧急回防 而因为事情发生得太突然 这个回防一时间变成了溃败 不日 江南大营即被守株带兔的李秀成歼灭 此后 李秀成顺势南下江南 长州 无锡 苏州 嘉兴等府相继攻下 太平千国自此多了一个苏府省 然而 无奈此时的西方列强已经下定决心 一定要联合清朝扼杀太平天国 在西方先进武器以及资金的支持下 清朝军队一时间武装到了牙齿 而太平天国所不由于所统侠之地 即四战之地 装备只能无奈的落后清军 1864年 清军以举国之力围攻天京 4月19日 洪秀全在恐惧中去世 李秀成临危受命保护幼主洪天贵服登基 7月天 京城破 李秀成保护幼主出逃 但不幸在途中失散 李秀成个人被绑去了乡军大营 8月7日 曾国藩在不上报北京的情况下 私自处死李秀成 行了一个先战后奏 而就在李秀成被处死之时 在苏州城内他的中王府尚未完全完工 在齐俊功之时 李鸿章将制定为江苏巡府行元 1960年改为苏州博物馆国旨 因而我们如今想看看太平天国时期的王 是如何规划自己的生活 体会太平天国风情 苏州博物馆是个不错的选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